我其實不懂啊 為什麼我們要養王丹 雖然他後來 支柱中國民主運動 雖然他後來資恩圖報 舔塔利班舔得很高興 但你之前那個時候 王丹還一片一副道貌黯然的樣子 你給他二十萬美金 二十萬美金 如果安平樂道可以過好多年 那我覺得其實坦白講 我認為王丹不太夠意思的地方是 阿扁後來出事他沒有怎麼幫他辯護 你仔細回想一下 我沒有怎麼看到王丹站出來說 Mr.阿扁 He is my idol 等一下為什麼要講英文 他也沒有出來力挺阿扁 就這樣雲淡風輕後來就跑了 他現在好像人在美國 真的不是在美國 那我覺得講白了 我們在這邊只講一件事情 身為一個男子漢要種疫情 王丹這樣子不夠益氣 而且人家培育一個民運領袖 或是之後持續支柱你 你要把這樣子的東西方方面面 你要學鄭文燦 大家開心 你要讓大家都拿得到雨露均沾 而不是自己拿了 沒有出去 我覺得這真的不夠意思 但可見 阿扁這一次講了很多東西 就是他當年 他也是一個天女散花 大家要有求必應有來就給 那可是現在被關還是他 可是我最後只想做個結論 都可以開記者會了 要不要回去關 要不要回去關 我跟你講台中監獄不准 他做的每件事情 他哪件事情沒做 他還開節目 我們這樣講 他沒有一件事情沒做的 他這節目還不一定開得了 他還開廣播節目 我跟你講最鳥的是 我還跑去 我還跑去發採訪通知 我說 那這個請問陳偉扁先生 可不可以上我們節目 結果他講 我跟你講很好笑 他講因為要上直播 他說不行 中間規定我不能夠上節目 於是他自己開了一個節目 你看這是多好笑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阿扁也蠻開心的 我們反正現在看看這個 民進黨能夠怎麼對待他 因為差不多也到了 完全執政的時候 對 所以該要不要說魚死網破 要請魚入回海了 所以國民黨還在魚死網破 然後這邊你就要把這個魚 請回案裡面請回海中了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 不錯的狀況 因為柯建民就喊了嘛 就是國務交易費就是特別費 特別費就已經除罪化了 這是歷史貢業 所以這下一個會期 將會處理相關的修法 就是要解套了 他高興就好 但我覺得曹長青後來也還好 曹長青後來也有黨的眼睛 長時間請他當來賓 對不對 所以黨的眼睛也很夠意思 也沒有說不對 曹長青不好 黨的眼睛那時候給很多錢 我跟你講 背後很八卦 不然你下次遇到 這個某位論文專家的時候 可以問他一下 黨眼睛當時給不少 對 所以長青也不要抱怨太多 黨的眼睛 黨對不起你 但黨的眼睛有對得起你 你就不要再抱怨了 你像王丹後來也沒辦法上 黨的眼睛 所以個人造業 個人丹 可是呢 他上不了黨的眼睛 但是問題是他有拿到660萬台幣啊 而且這一次不是說 長青罵他啊 就說你還是說你得了腦瘤 那要回台灣用健保看病 然後他就覺得很扯 他又得了腦瘤 等一下之前不是確診嗎 怎麼這麼容易生病 腦瘤 然後說他 腦瘤是好久以前了 我想說你搞錯了 你腦是生病 不是 我看到這20萬 其實這20萬已經傳很久了 已經傳很多年了 那王丹是在公開場合都否認 可是到秘密法庭的時候 他承認了 對 那其實我想跟阿炳講一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也是民運人士 真假的啦 我當年代表台灣學生去 去民主中國陣線法國開會啦 我是台灣學生代表啊 那你為什麼不資助我20萬 因為你沒有進總統府 要錢 這我非常的 心裡頭實在是非常的不平 為什麼王丹就可以拿20萬美金 我們不行 而且你知道嗎 王丹拿這20萬美金喔 這20萬美金不是給他一個人的喔 理論上是要 叫他拿去美國去 幫助那些在美國生活過不太下去 這些民運人士喔 就那些人都沒有拿到一毛錢嘛 是 所以一大堆人在幹掉他 然後王丹不只是跟台灣政府拿錢喔 他在美國那邊有好幾個經濟會 給他錢喔 他到處在拿錢喔 那王丹當年怎麼出來的呢 他本來被 兩次被抓定情城監獄關喔 那為什麼後來他可以被放出來 然後還可以讓他出國 外面傳言不斷 這個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啊 所以 據我所了解的 過去的這些民運的人士 大部分都不跟他往來 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不會被他出賣 誰也不曉得 那這些人就是這不得性啊 就是打著民運的幌子 在那邊 老實講 就是 讓他自己過得很爽而已 我也不要用其他的形容詞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 施明德也拿這個錢喔 對 可是施明德說他當初根本不知道是阿扁拿的 阿扁拿給他的 他以為是因為 因為當初中間人拿給阿明醫師說 因為他女兒要開刀嘛 對 是一些企業主募款給他的 醫藥費 阿扁沒有否認這個說法 嗯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陳水扁是拿國務基礙費 可是在做他個人的人情 嗯 就這麼簡單嘛 國務基礙費如果你是用公用的 是 是真的 是為國為民去做這些是OK的 因為這是納稅錢啊 對啊 那是納稅錢這可以 可是你在做私人的面子 因為阿扁後來為這件事情去跟 施明德討人情啊 嗯 說你怎麼可以帶紅衫去弄我 欸我當初你女兒生病 我還拿錢給你看病 所以施明德當初很火 他以為這個錢是阿扁掏腰包私人拿的 結果後來才知道是國務基礙費 嗯 那你拿國務基礙費去幫私人做面子 請問一下 這個叫做全部都用在公司上嗎 你確定可以這樣解釋嗎 啊 施明德你認為他如果對國家有功勞 你可以直接政府直接明著給他 為什麼要私底下偷偷塞給他 我不懂什麼意思 甚至 我講比較那個一點啦 你只要阿扁一句話 我相信很多企業家馬上捐錢給他 嗯 你根本不需要多用什麼國務基礙費 所以阿扁很明顯就是把國務基礙費 當做他私人小金庫嘛 拿去給他做面子做慧弱用的嘛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照理來說國務基礙費只有一種東西來用 就是這些東西不能夠見光的 那是跟國家機密有關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阿扁這個時候 根本也不能講 因為現在根本沒有過保密年限 喔 本來就沒過喔 我今天很想問一下 阿扁在開這個記者回頭 手上拿的原件到底是原本的 還是他自己的筆記 欸他什麼結婚禮金也有欸 也用這個來付欸 沒有結婚禮金這個是OK 喔 這個是OK 喔 其實結婚禮金那個 機密外交只有 對 不是全部啊 機密外交他不是全部拿成這樣 機密外交其實中間被人家騙去多少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而且這個總共才1億多欸 你認為阿扁只有花這1億多嗎 這是阿扁願意交代出來給你看的 不是能講的 比較能講的 對其他的東西他也沒跟你講 那我告訴大家 阿扁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要弄出來這個東西 他不惜用洩密的方式 理論上來講 這些都是應該要保密的東西 你實際上已經泄密了 但是阿扁為什麼這時候來講 第一個他知道 蔡英文絕不敢辦他泄密罪 蔡英文也沒那麼呆啊 第二個他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知道 施明德的把柄我手上有 王丹的把柄我手上有 那民進黨的把柄我會沒有嗎 所以你看柯建民為什麼跳得這麼快 對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不會說要推了 因為陳信瑜就告訴過大家嘛 你們哪一個沒有拿我爸的錢 不就是這樣嗎 就這麼簡單 所以阿扁是在告訴大家 我已經等很久了 我快等不下去了 你還不特色我嗎 真的要我把資料翻出來給你看嗎 資料我都留著喔 那我現在教蔡英文一個乖 馬上去搜索阿扁家 只要抓到他把 我跟你講就算是副本也不行喔 你從總統府的副本帶出來 你就完蛋了 就可以抓回去關 但是我跟你講蔡英文不敢這樣做 他根本不敢 他只能夠不斷的看陳水扁演猴戲 然後我跟你保證 蔡英文一個字都不會回答 他一定會裝作這件事都沒發生過 這就是陳水扁跟蔡英文正在鬥法 那我們大家看戲就好 因為這兩個人喔 我們也不用偏幫哪個 因為兩個人都是 在我看來不配當人的人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